国家元首同意将各政党联盟提成首相人选的限期 从昨天沿透到今天下午两点 国盟宣称 慕尤丁已经提成超过112份的议员宣誓书 支持他出任第十任大马首相 另一边乡 国阵和西盟据了解也正在谈判 筹组联合政府 我们今天线上就有风龙投资银行 零售研究主管吴俊升 来给我们针对政局分析股市的动向 俊升早上好 大家早 俊升从昨天的市场走势来看 马股大盘指数盘中虽然一度下跌了接近22点 但是在收市的时候 跌幅却大幅收载到1点左右 并没有股票行早前所认为的暴跌 那可以跟我们分析这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吗 OK 所以投资者对这个宣示国会 法律公行的僵局 再加上这个异党 有很强劲的表现 所以他们对制作者抛弃的主要集中在那些重量级 例如这个罪恶股 银行 电讯子等等 不过 消息事后传出这个西门 国阵可能再加上一些 波尼尔可能组成一个比较 市场认为对投资者更加有好有善的一个联盟 所以情绪就渐渐恢复稳定 5年的平均16倍还是低 当然另一边像 自从2018年来 投资者对经历的资金最少两次这个政治转变 所以这次选举的这个成绩出如 国人可能会将近 将会逐渐的习惯这个政治局面的这个新常态 这也是未来一种政治常态 并且提供一个良好的资本 话是如此 投资者的情绪在短期当然还是比较谨慎 而且中子也可能进一步波动 宁愿要看看 New Government是谁啊 那个成员的数字啊 然后最终政府 市府会有很多这个CV去改革 然后不要忘记 几个月后我们武统也将会举行 这个党内这个选举 那么最后不要只见这个树木 而不见树林 外围严峻的因素 还是会主导我们本地的市场 好 沈迅森 如果国盟和东马两大联盟筹组政府 又或者是呢 西蒙成功联合这个国阵筹组政府 又会对我国的经济和汇率 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OK 我们相信 在未免这个五年之内 政治局势仍有变数 因为若是这个 PHLED或者是BACATANLED这些政府 若是他们的这个组织是脆弱的 Margin majority是很少的话 没有好像刚才政治分析员所说的 没有120C以上的话 那么不同意识的形态 也可能担心这个潜在联盟这个 这个脆弱性 所以投资者肯定不希望有这些政治不稳定 因为这将导致国家稳定这个发展 然后吸引外资这些东西 更会导致我们这个热厚国家的这个政治表现 那么现在新政府产生出新政府必须注重经济发展 因为全球局势不乐观 而且我们经济也具有挑战 尤其是在明年 很多这个 就是IMF 都觉得可能明年就是一个经济会导致这个recession 所以那么另一方面 这个马币除了本地政治因素会影响之外 不要忘记美联储这个才是更加关键 因为最近马币有少少的回谈 是因为大家都押注美联储这个加息的周期 可能在明年会见顶 所以马币就去到4.75之后 现在就大概站在4.58及4.59 好 好 这里就要谢谢俊生给我们带来的精辟分析 非常谢谢 感谢你 谢谢 来吧